嘿嘿嘿嘿嘿嘿 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yo 今天我們來看Arts Tucker對上西班牙人 這下的比賽也是天梯阿勃地圖 好 那我們來稍微介紹一下 藍方西班牙的玩家 那西班牙最大特色 建築速度特別快 所以要特別注意他的封建裝甲塔 塔公共這些戰術 因為他建築速度特別快 這個建塔會造的速度也很快 再來就是西班牙也要擔心他的直層戰術 把代理維持 然後可以跳層 然後再出這個西班牙征服者 那西班牙征服者的話基本上是可以打所有的城堡兵種 那比較害怕僧侶跟戰寶兵還有的工兵系列 那非常counter這個騎兵單位喔 你像是出騎士的話很容易被西班牙征服者直接打帶跑 風箏全部收工的騎士 所以西班牙征服者在前期是需要注意的一個單位 那到大後期的話還要注意西班牙的遊俠 因為西班牙遊俠也是特別強勢 但是西班牙的話工兵是不能升級的 那也是值得要注意的事情 如果西班牙封建時代打工兵的話也不能出太多 可能毛兵多按一點也沒有關係 但是工兵千萬不能按多了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紅色 紅色是阿茲特克 阿茲特克最大的特色是採集資源量是會多加3的 所以他前期的資源量經濟是蠻誇張的 應該是阿茲特克裡面 應該是南美中三個老英國裡面 經濟最好的一個人名 那他的這個毛兵也是相當強 可以點下這個直毛器 可以讓他的射程加1 攻擊力也加1 閃兵的傷害是非常高的 而且射程也極遠 阿茲特克除此之外 還有這個僧侶 僧侶沒點科技 還可以增加5點血量 僧侶到了大後期 血量可以到90滴血 非常堅硬 那除此之外他還有這個戰爭 龍冠 龍冠戰爭 怎麼唸啊 哈哈 快點忘記了 他的那個金冠名稱 可能我待會錄完這支影片 再去查一下 然後這個科技 最大的特色 是可以增加所有的步兵 4攻 非常的痛 所以他到了後期 這個暴勇士 急兵 還有這個劍勇 還有老英 非常的噁心 超級痛 那阿茲特克最強的地方 還是他這個所有的科技線 幾乎都能打 其實阿茲也是可以打強弩的 雖然他沒有三級防 但是沒有關係 因為 畢竟工兵要的就是攻擊力而已 他三攻也有 但是沒有拇指環 稍微可惜一點 就算你不打強弩 打這個毛兵也可以 畢竟我們剛剛有講到 織毛器的這個特性 那除此之外呢 阿茲特克城堡時代還有一件事情 是非常重要的 那就是撿生物 阿茲特克只要撿到每一個生物 都可以增加33%的生物的 採集黃金的速度 所以你拿到三個生物 就等於是拿到四個生物的黃金 採集速度的一個跑速 那這個阿茲特克最強的地方 大致上就是這些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兩邊的一個地圖狀況 好 那阿茲的地圖看起來 簡短來說 只能給個60分合格 算是有點半部合格吧 但我覺得沒想合格 原因是因為他的祖精在後方 我阿茲雲況來說 會比較安全一點 但是果子在前方 會比較前期會有難度過 而且他這邊要圍也是圍的蠻大的 那墓區的話有三塊 這塊如果也算一塊的話 勉強來說 算是可以玩的 有三塊墓區來說 對阿茲是比較舒服一點的 最怕來說就是 只有三塊墓區 兩塊墓區而已 有時候真的會有這種 有這種情況 就只有兩塊墓可以挖 那西邊的這邊 看起來 看起來 地圖也是跟阿茲差不多爛的那種 果子都在正前方 然後黃金都在正後方 但是西半的黃金 又是偏外側一點點的 這兩邊的一個 地圖操控 就是 算是一個考驗 好 那就來看一下 西半會怎麼打 那沒意外的話 阿茲近期的打法 都比較偏向於兩棒棒 快攻打法 因為阿茲特克 兩棒棒打的話 也是有點優勢 畢竟這個 產級 均勻的生產速度 特別快 所以他也可以有 一定的時間 直接 一棒棒直接出門 極限棒棒快攻 是 會有一點點效果在 但那個效果很快就沒了 那西半這邊也 也有蠻有可能打棒棒的 而且因為這邊是可以打 算打這個黑跳城 黑跳城的一個精華 就是用兩隻民兵 治三隻民兵 去對方家裡騷擾 然後自己家裡為死 為死之後 開始挖石頭 然後趕快上到城堡時代 上到城堡時代 趕快立即下這個城堡 城堡下完之後 就可以照這個西半會兒征服走 這就是西半會兒的一個 黑跳城的一個核心 那如果是打黑棒的話 這個時間點出門 好像可以喔 但我覺得這個黑跳城應該是 跳不起來 因為這個地形 黑跳城不是你想打就可以打的 因為黑跳城 你要打得起來的話 最主要一個條件 就是你家裡可以安心的為死 防守來說 可以不會用那麼大的壓力 那你就可以打黑跳城 但是像這一場 西班牙他這一場 要打這個黑跳城 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你要把這裡為死 就要花費大量資源 花太大量資源的話 你黑跳城的速度就會慢了 黑跳城的速度就慢 你的城堡就越晚出 你的城堡越晚出 你的西班牙征服者就越晚出 你的西班牙征服者就越晚出 相對來說 一直被圓後的話 你西班牙很龍就跳樓 就跳到 就變成跳到跳樓了 因為人家可能封建時代 攻兵加 肉馬 直接去你家 繞個幾圈 你完全沒有辦法他支援 可能就已經輸在前期的支援 的採集身上了 好 所以西班牙征服者 這個打法 也是需要相當練習的 好 這邊刺猴 直接進去尻村民 拿拳中開扁 這邊想要阻止棒棒進來 好像要被戳進來了 18滴 6 2 1 直接殺進來 好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先在這邊蓋個木牆 這兩邊蓋個木牆 稍微圍一下 好但是沒有辦法 這個實在發生太突然了 沒有死村就很厲害了 我覺得 好西班牙這邊 確實給到阿茲了一點壓力 你們看這邊 這裡為什麼我們只有算是合格分數 就是這樣子 因為他要圍的地方太廣闊了 人家打一個黑棒或是肉馬快攻 都很有可能是來不及圍起來的狀況了 那只要讓對手的兵移到你的領地之後 他就可以進行用你的兵來騷擾 哇這邊是要死刺猴了是不是 剩4滴 哇差一點 好可惜喔 好阿茲特克這邊轉出了弓兵 弓兵有了之後 胖胖就只能逃跑了 不能再繼續囂張了 好這邊先把刺猴砍死 很賺 刺猴不要死 刺猴不死的話 那這邊西班牙就有空圖優勢 就可以把這個地圖 掌握住 看哪裡有資源 反觀是阿茲特克 你看阿茲這邊地形 這個非常暗 你看他看到的地方 就只有這一點點區域而已 他好像只知道外面有兩塊野精 他的主天在這個位置 他不知道骨質在哪裡 也不知道他下方長什麼樣子 在這邊進攻的話 他就會有點需要考慮的地方 他就不能想怎麼打 就怎麼打 反倒是西班牙這邊 西班牙這邊就很明顯 有這個刺猴的關係 空圖 探圖的部分就相當明顯 可以看到對方的家裡長什麼樣子之外 他可以第一時間去預解敵人的進攻跟防守 好 這邊棒棒可能要被收掉了 攻兵已經有這個 三隻的數量 三隻射步兵是很空的 雖然還沒有一級射 阿茲這邊也不一定會點一級射我覺得 除非他要一直按攻兵 然後去前要 那一級射是一定會點 那目前狀況的近期應該是不會點 因為要先趕快把這個資源 聞下來 趕快去撒田 這個比較好 好 那我們再把地圖打開 看一下兩邊怎麼打 好 下方這邊 其實西班牙也出了 弓兵跟毛兵防守 而且一級射還點下 那果然西班牙不是打黑跳城 因為他也知道這個 要打黑跳城成功性實在太低了 好這個牆圍有點爛 這個木牆是不用圍的 他應該只是 直接想要拉到底 所以才會圍成這樣子 這個木牆是不用圍的 這個木牆是不用圍的 好 那兩邊都進入開農旗 我們就稍微加速一下 好 那這邊持續在撒田 要進攻方面 應該是不太可能 再必須打下去了 這邊工兵做個追逐戰 雙方的一個工兵 都在做個騷擾 小打小鬧 肯定是打不到什麼東西的 刺頭就算出來擋 也只能稍微收一下毛兵而已 好 那這邊 差不多兩分鐘點下城堡時代 那這邊西班牙按了蠻多的毛兵跟工兵的 工兵不會到太多 但毛兵我覺得還OK 好 好 那阿茲目前都是使用 這個鷹刺頭在防守 好 那阿茲到了城堡時代 都特別注意他這個老鷹豹 而阿茲的老鷹豹 是三國南美洲老鷹國裡面 老鷹豹實力最強的文明 因為我們剛剛有提到 他的均勻的生產速度很快 所以產老逸速度是超級誇張的 好 再來就是他的資源量 獲取的資源會比較多一點 所以老鷹豹來說也是比較強一些的 所以老鷹豹來說也是比較強一些的 那我看過最強的老鷹豹就是阿茲特克 直接上城堡時代 四個均勻 然後十幾個人挖金 然後木頭只有四個人在挖 全部配肉跟金 然後金化人超多了 好像二十幾個人挖 二十一個人挖 然後全部配肉 木頭只有四個人而已 經濟調配超級誇張 然後二級防三 二級攻 直接全部點下 然後老鷹直接手撕掉TC喔 這個強度很誇張 哇靠 你真的要打老鷹豹是不是 沒有沒有沒有 他這邊有按僧侶喔 有按僧侶的話 這就不是老鷹豹了 老鷹豹的話 是不可能出到僧侶的 僧侶是可以按一個修道運 按到兩個就不太可能 這邊應該只是單純的 是要去來防守對方的 這個西班牙征服者 但殊不知西班牙卻沒有直接挖石頭 反正是很穩健喔 蓋TC開弄 那石頭部分還沒有開挖 西班牙征服者看起來是 不太會第一時間出來 那這邊阿茲特克還是生旅喔 還是有做到點事情 今天自己是可以遭想騎士的 然後但是西班牙這邊轉出了 前期變升級 應該是獄警道 對面阿茲的話 通常會出這個生旅 還是先按了 新旗幣的升級 但我就可以來防守 哇靠 這隻鷹勇士居然沒死欸 我剛剛想說他會不會死啊 好 那這邊阿茲還頂下二級農田 直接個大暴農 那這邊TC應該是三TC開出來了 因為通常只有開三TC的時候 才會去補下這個二級農 這個比較標準一點 好那西班牙這邊二級目沒有先點喔 有點尷尬 因為通常二級目 移上城堡時代喔 是要先點東西 但是他先把這個肉 去投資給騎士身上 他想要用騎士做一波前壓喔 所以騎士按了很多 按到八隻了 但是經濟卻沒有過喔 我覺得這樣打是有點風險在的 因為如果你用這麼大量騎士去壓阿茲的話 阿茲勝率本來就是一個強勢的東西了 有點投資太多東西 這個被康克的東西 的單位上 投資太多的話會不太好 若是我的話我就會按輕騎兵喔 我不是按這個騎士喔 但按騎士還有個好處啦 可以克制對方的英勇士 欸英勇士喔 喔這邊近距離開招 可以招到三隻沒問題吧 哇招到兩隻而已 哇很可惜 好那這邊尷尬的情況就來了 你現在騎士被招走 對方現在有可以逛地圖的優勢喔 那你後面再繼續出騎士 確實可以給對手壓力 但是如果對方攝影不出來 你這邊騎士出太多 會只會拖到自己的經濟而已喔 好那西班牙現在的重點就是 如何把這些騎士跟騎士兵喔 守在這些聖物的位置喔 讓對手沒機會去拿 好這樣就是他做到最大的事情 好後方生物 也不敢出去撿 上方生物也還沒撿 好但西班牙的 三女啊 開始在做撿影機的動作了 好那現在西班牙最重要的東西就是 騎士不要往前判 好趕快去把聖物撿一撿就完事了 那待會這些西班牙政府者出來之後 才有機會去解掉這些 大量的生女喔 但是西班牙政府者也是會被對方的生女給招搶掉的 而且尤其阿智的生女血量特別多喔 好那阿智這邊還點下了救術思想 救術思想點下了之後 才可以招搶對方的建築物喔 房子兵工廠 馬舟我都可以招 修道院也可以 修道院也可以嘛 有點忘記阿 好像可以吧 好這邊西班牙看到對方的生女直接往前 直接把兵派了過來 這裡有大量的青騎兵跟騎士 騎士也是要往前嗎 這裡好像沒控好 生女可能會直接 招掉兩隻騎士 哇果然招走了 那這邊青騎兵沒有控好的樣子 直接跟騎士開扁 最好是不要這樣打比較好 趕快用這個 赤頭去扁生女就好了 後面還有一隻沒有扁到 這裡還有兩隻 欸結果這邊還 居然還點下了招對方生女的科技 太狠了 直接把對方阿智的生女變成西班牙的 哇這一波西班牙的反制打得很不錯 生女戰直接打了回來 當然生女戰有優勢的阿智變成大獵士啊 好西班牙這邊第一時間拿到了生女上的優勢 那這邊沒有金氏上的優勢的阿智 只能先破趕快農喔 那目前確實也是有農出一點優勢出來 湯面裡先大約10寸喔 而且這邊槍兵也在出 阿智直接招對方的生女 直接招走 哎喲爽啊 再招一個 好這邊可以回頭再招啊 欸不行 剛被招響的生女是不能直接回頭招響的 只能在後方先補個血 後面這邊還在招 哇這邊直接自滴生女 生女直接倒地 正面的長長兵還在做輸出 後面的英勇士直接開拖生女 哇只有一滴血的英勇士可以戳到一隻生女就很賺 哇但是一直都沒戳掉 很可惜阿 好這邊的生女又被招了回去 第一時間騎士沒有空 直接被砍死 直接被砍死 好 生女部分大戰應該是掉一段落了 好那阿茲特克現在要打贏的話 最好的方式出這個老鷹喔 出多一點喔 然後長長兵直接上去前A喔 可能是最好的選擇 現在出生女也會被對方招響走 那你出老鷹的話還有抗招響能力 就算長長兵被招走也不會太傷 所以我覺得如果真的要打贏正面的話 就是要出大量的老鷹跟長槍兵 那目前阿茲幣沒有這個想法 而是轉出自己更多的經濟 決定還是把經濟過好 打穩比較OK 畢竟這個金礦要拿回來是個重點 待會這邊可能要插一座城堡 欸靠我才剛講完怎麼是西班牙插的 西班牙插這個城堡這個金礦 他就挖不到啦 哎呀 所以我才說阿茲可能要趕快插一個城堡在這裡 好 人女第一時間做一個招響的動作 但是這邊直接招式招到了長長兵 好 看到這麼多長長兵插得過來 其實也有點害怕 城堡不敢按了 這一波阿茲的反打打得不錯 直接把大量的西班牙的村民給逼了回去 好這邊點下了一級攻壓力增加長長兵的傷害力 但是兩邊的三女互相招響大戰還在持續著 並沒有等待 還在招還在招 兩邊都愛招 這邊招響的結果 這邊西班牙有點大敗 三女也沒有第一時間回家 好這邊在等待10滴好時間 想要再招一波嗎 但是感覺是沒機會 這邊阿茲的勝率直接往後撤走 交給剩下的長長兵做一個防守就可以了 好長兵加一石頭 果然這個組合是可以馬上針對 現在西班牙的組合的一個打法 西班牙征負責這時候已經開始慢慢製造出來 但是同一時間西班牙有點像帝王時代了 好結果他這邊出西班牙征負責 反而是上帝王之後才出的 好 那就不太好說了 因為西班牙征負責到帝王 只有帝出這段時間 帝後就不太好用了 好沒有關係 我們就來看一下西班牙會怎麼打 阿茲的話看起來也沒什麼問題 而且兩邊剛剛的一來一往 三女戰都打得很棒 都還蠻精彩的 阿茲這邊直接在前線 再把這個時候挖了起來 好西班牙征負責 按了大概兩隻 再繼續按 中間這裡城堡只可以蓋一個平地 有點微妙 蓋這個有點危險 但可以守住正面的門面 好像其實也不差 但是我還是習慣性 我會想要蓋高地 但如果他蓋這個高地的話 下面石頭區就守不住了 這可能是阿茲的考量 好西班牙征負責一出來 長槍兵跟老鷹 都會有點難打 因為老鷹跟火槍兵 都是步兵單位 火槍打步兵是會有額外傷害的 所以阿茲這邊可能要轉出一些戰毛兵 去做一個防守 還有僧侶直接去做招響動作會比較好 那待會阿茲好再點一下地龍時代 上去就要點一下印刷技術 才可以增加聖旅的招響射程 多三射程很賺 哇這邊聖旅沒空好 完蛋 直接繼續開啪 但是西班牙征負責最大的弱點就是射速慢 所以這邊還是有機會可以招響掉一些 好這裡火槍再繼續往前 一直一直點掉應該沒什麼問題 好這邊再集火一下 射光 好西班牙這邊把對方的聖旅全部射光之後 直接回頭 很賺欸 這裡直接賺了900斤欸 這一波西班牙征負責已經賺了喔 不算虧 好那這邊捲韻偷使勁直接架了起來 哇直接平地開閘 如果蓋這個高地的話 還可以減免巨頭的傷害 你看現在兩發直接血量降了快到900滴 蓋平地的缺點就是這樣子 所以有時候你們在取捨城堡的位置的時候 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蓋高地還是比較好 箭矢對低出又有額外傷害 又可以抵禦巨頭的傷害 也比較容易修得回來 像這樣子的話真的很難修 看直接棄手 連修都不想修 連修都不想修跟我一樣 我覺得有點好笑 直接放棄人生 你看這個城堡有蓋跟沒蓋一樣 好 西班牙征負責這邊直接開射 OK 燈射速一樣很慢 只能慢慢的 咻咻咻掉 這些步兵單位 阿滋這邊轉出了戰毛兵升級 看來要開始打工兵路線了 那肉好像有點太多了 肉的部分可能稍微減少一點 大概是10片田就夠了 那現在肉太多 其實要出其他東西也不太好出 好 就只能出這個長槍兵 跟戰毛兵 用的肉會比較多 畢竟 南北洲果是沒有馬可以用的 好這邊果然上面打了一個高地 來守這個金礦 西班牙這邊轉出了大肉馬 肉馬的話很好用 但還沒有轉遊俠 這是西班牙待會要的一個問題 沒有遊俠的話 西班牙的一個後期實力 會非常的弱 雖然他的兵工廠 不需要任何的黃金升級 只需要用肉 就可以升級兵工廠的科技 但是 這邊 黃金 我覺得投資在遊俠上也是比較好 投資太多西班牙征服者 不僅是好事 因為畢竟人家是有 直毛器的戰毛兵 攻擊力很高之外 射程又遠 火槍兵 西班牙征服者拿到我的甜頭 可能並不多 好 這邊西班牙 這個城堡也是蓋在平地 沒有辦法 附近沒有高地 都只能蓋 平地的部分 好這邊大量部隊直接上前 戰毛兵直接手點西班牙征服者 正面的大肉馬 直接被草原兵拖爛 後方有直直清洗兵直接把後方巨頭給解決掉 但自己的巨頭應該也是 兇多吉少 大量的長王兵跟老鷹直接在附近徘徊 但第一時間沒有做個處理 這邊戰毛兵還是有在手動操控 有在手點對方的西班牙征服者 但這邊居然沒有去解決這兩台巨頭嗎 四百金在你手上你不拿 哇 這邊阿茲 很針對 完全不理這四百金 尷尬了 這時候就尷尬了 按這邊兵送掉 兩巨頭沒拿下 你這波有打跟沒打一樣 雖然是換掉對方的兵了 但對方的肉馬 很快就補回來了 雖然是這個巨頭死機啊 居然沒有拿下來 好虧啊 反正是自己的巨頭被打爆 然後自己的兵也送光了 阿茲這個換的一定不太OK 好 那這邊三級攻點下 好 那待會金罐再補一下 護兵的傷害 來了 龍罐戰爭 對啦 龍罐戰爭 好 龍罐戰爭點下了 攻擊力又要再飆升一波 炎勇士 攻擊力可以變成9加8 直接加4攻的長槍兵 長槍兵攻擊力現在4加4 待會攻擊力就變成4加8 攻擊力12的長槍兵 哎喲 好噁心喔 12攻 好 老鷹部分直接做一個 停產 後方沒有產 哎 這邊怎麼直接戳得上去 我們這邊稍微buck一下 我沒想到他在那邊 就這樣自己無腦硬上欸 哇 這邊長槍兵直接上來硬戳 戰槍兵第一時間還是有去點後方的西方征服的 西方征服的其實有點難打 那這邊不輸出的話 這邊肉馬又會打太快 好肉馬全部倒光之後 大量的肉馬直接跑到後面 又拆了巨頭司機 又賺了兩百斤很賺 好這邊來到了後方的一個戰線 帶兩百個巨頭 並沒有近戰單位可以去解決 好要解決這些單位實在是有點快難 好這兩台巨頭又被躲過了 我怎麼覺得阿茲一直在送兵的感覺 是我的錯覺 他這裡不選擇攻堅 而是選擇在城堡的射程硬上 然後再讓西班牙越打越多優勢出來 嗯怎麼覺得哪裡怪怪的啊 好阿茲這邊爆了非常多的兵 兵友是 數量並沒有很多 這邊在存那麼多黃金 他可能是在思考怎麼打 現在只用垃圾兵跟對方打 或者是他在等對方木頭挖完 直接出來挖木頭的時候 再用鷹刺口 兵友是去打 也有可能 但我覺得這個有點 想太多了 唉唷 唉唷 唉唷還挺有效果的耶 這個紫毛系加垃圾長槍兵很痛耶 大量肉馬直接又蒸8了 然後西班牙征服者又只能躲在城堡裡 喔 但是城堡傷害也是巨誇張 好阿茲跟西班牙的黃金庫存都已經破到3000 阿茲這邊黃金數還有4600 但是西班牙這邊已經轉出常見兵了 開始要來打步兵戰 那西班牙的優勢就出來了 不管轉什麼兵喔 都不需要黃金 黃金非常省 這邊只要點下練甲技術跟 練甲技術跟板甲 這些都是不需要黃金的 這個雙手劍兵跟劍勇 這些民兵系的升級需要黃金之外 其他都不用了 軍工廠科技免費喔 就是這麼的香 至少這些科技全部點下 可以讓他省下一兩千的黃金吧 一萬的話應該是這樣子 那西班牙這邊直接要往下進攻了 這邊看到阿茲有點分家 有點擔心 但這邊步兵其實已經太好了 那劍勇的話是垃圾兵殺手 拿對方的 戰毛兵或者是產龍兵喔 效果都很好 這邊西班牙就不得開始做操作了 開始在做一個點射的動作 但是外面到處都是城堡 下面有自己的城堡 再做一個防守 這邊城堡要再對射嗎 我覺得不要對射比較好 趕快測一下 西班牙征服蛇血量其實很殘 好 但是這邊劍兵勇士要升好了 雙手劍兵直接無雙 砍掉了非常多的一個長槍兵 這邊再一個對砍 長槍兵血量掉的非常快速 戰寶兵看到左邊的 征服蛇過來直接回頭硬點 但上面有更多的雙手劍兵過來 這邊西班牙征服蛇還需要一個操作 V陣 直接射攻所有的戰寶兵 這邊西班牙直接用了一個黃金全陣營 直接進攻 三巨頭也保存下來 城堡應該是可以打下 但是對手阿茲特克短出了暴勇士 暴勇士打對方的 雙手劍兵 哎唷 兵劍勇了 效果會非常好 這邊暴勇士 哇靠 三棒敲死一隻 劍勇 二十攻的暴勇士 就是這麼的狠 狼牙棒開敲 直接敲光 好痛好痛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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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非常遠的射程 上面這邊想要來做壞壞的事情 工程機製造所開始出 沒意外的話應該會出衝車吧 對 出衝車 通常也BK只會出衝車 因為你出什麼弩炮啊或者是投射 隨便拆隨便倒 只有這個衝車比較內扛 然後可以燒得到對手 也不太怕城堡 跟這個TC 只要對方沒發現就可以拆掉很多建築物 但是如果村民來拆衝車的話 衝車還是會爆 所以這邊還是要特別小心一點 好 這邊西班牙終於要選擇轉遊俠了 遊俠確實也是比較好用一點 好 但是阿茲這邊準備要做反攻了嗎 大衝車已經準備好了 好 這邊TC 鎖進來 哇 正面阿茲的軍隊擋不住嗎 但是沒有帶工程器喔 這邊可能是要守司TC是不是 但是上面征服者過來回守 這邊在等待 金罐好 只要霸權一考之後 村民的血量會大幅上升 這邊也有稍微的殺傷力 好 西班牙報名準備要升級完畢 這邊直接硬尻 那這時候村民的霸權科技已經好了 村民直接回頭 拿出自己的拳套開扁 好 村民攻擊力3加6 九攻 防禦4 禁防3 血量80滴血 直接遊俠加上暴民科技 還有西班牙正覆者射光這一波進攻 阿茲這波進攻 昨時沒有傷到西班牙的經濟 西班牙反則還順勢的點出了霸權 反打了對方的兵力 好 那這邊阿茲轉出了奴兵喔 開始轉強弩 那像打強弩的好處是 西班牙正覆者也打得贏喔 那打遊俠也是會有傷害喔 雖然遊俠也是Counter強弩 但只要數量夠多 再加上自己的長弩兵的話 算是一個不錯的攻堅部隊 但我覺得還是比較看好西班牙跟 遊俠的黃金部隊阿 這個黃金是非常貴的 造價的 好 青蟲還在升級 朝照一點下 遊俠上來硬拷強弩 強弩直接瞬間倒地 後方強弩過來做防守 直接把對方的遊俠給射跑 好 但是大羅馬過來 又遇到對方的長强兵 長强兵又直接瞬間 把這些羅馬給擊倒 後面的西班牙正覆者看到 情況不對直接跑掉 羅馬再來還在往前送 西班牙正覆者 不敢再往前 應該是要回去補個血量 好 左邊這塊黃金居然要被挖完了 太狠的 居然在那邊偷挖黃金 好 西班牙正覆者 要怎麼繼續打呢 大衝車一點下 這樣缺肉也缺黃金 怎麼都缺了 但是阿茲的垃圾兵是很強的 如果拖到最後 一直拖的話 打到垃圾兵階段的話 西班牙可能就會出事了 所以西班牙可能要趁自己完全斷金之前 趕快打開一波 重創一下對手 好 這邊大量遊俠加上衝車 這邊直接做個進攻 看起來有做到點事情 正面這個戰線直接無情開A 有一些部隊已經開始潰敗了 強弩的部分也開始被騷擾 後面長强兵過來 也是直接戳掉非常多的洛馬 但這邊長弩兵防守效果也是很棒 但是大量遊俠加在後方直接開圖村民 村民直接硬生倒下 哇 更多長弩兵過來防守 但衝車還在往前 這個衝車能拿下這座城堡嗎 好 就回到正面 正面這邊大洛馬直接過來 想要來阻止強弩的進攻 強弩只要數量一少就還有機會 但西班牙中路者沒有第一時間補來 可能在空後方沒有時間 這邊衝車居然拿下右下小城堡了 地圖上大量的村民直接被遊俠堆擠 衝車直接自由開撞 正面部分大量弓兵直接被射死 肉麻直接包了起來 阿茲特克的強弩部隊 全部倒光 只剩下少量的單位 但是這邊要補下更多的強弩的生產 家裡的部分 雖然城堡掉了 但是靠著大量長弩兵 還是稍微有點守住了 但是正面強弩直接配備的關係 阿茲把剩餘的黃金 全部投資在了強弩上 強弩現在成為了阿茲最後的希望 好 西班牙這邊肉麻一直按 黃金開始在存 並沒有按太多 反正是按下了更多的大衝車 開始要來強拆正面的一個軍隊了 西班牙中部者看起來 變了非常多的單位了 但是海勢要控好 不然這個長弩兵 抽一抽海勢會全部死去的 右邊阿茲特克拉著強弩數量很多 上方長弩兵 再度走得出來 硬抽這些衝車 十二攻長弩兵 拆衝的速度非常快速 跟肉麻的速度差不多快了 正面有小跌上的硬砍 後面有戰毛兵在點射 起棒的征服者 但是這邊的長弩兵全部倒下之後 這些戰毛兵也是戰免難逃 但後面又補下更多肉麻 這一波第二波進攻 感覺好像有點劣勢 阿茲又再一次擊退了西班牙 哇 西班牙這邊黃金數量越少 但是這邊居然轉出了 劍兵勇士 第二波劍兵勇士要再過來了 劍兵勇士的黃金造價非常的便宜 好 現在來看他KD值 KD值已經來到西班牙上了17777一個單位了 那這個西班牙只存444 451 兩邊的損失單位很明顯差距很多 西班牙中牧德已經是BANG了非常多的單位 火器單位打在跑就是這麼的猛 嗚呦 MISS沒中 好 隻毛器戰毛兵原地開火 但是這邊怎麼有一些聰明過來也加入戰局 拿出聰明的懸套開始扁 西班牙報名準備好了 但是後面有更多部隊補了過來 感覺西班牙正覆者還是很有用 正面劍勇砍速非常快速 大量戰毛強武直接原地倒地 西班牙這波拿到了一波強勢的進攻 而且正面還有衝車開始在做頂撞 後方已經沒什麼剩下太多的單位 阿茲特克的村民人口數只剩下93 人口總數只有121 直接被西班牙高品質的士兵直接撵了過去 好 阿茲這邊打出了GG 哇 火爛啊 西班牙後期就是要出大洛瑪加優翔加西班牙正覆者 不能用幹嘛 後面還轉這個劍兵勇士真的太狠了 正面直接A過去也沒問題 而且還有大同車 阿茲後面有點是打到形態崩了吧 畢竟強弩被解掉這麼多次 而且紫毛系戰毛兵也沒有完全解掉後方的西班牙征服者 嗯 雖然 感覺再拖下去阿茲還能再守個幾波的話 說不定有機會喔 但是西班牙後面這一波打得太好了 這邊有想要跟大量衝車撞進來喔 損失了不少村民喔 村民直接降置太多了 也沒有馬上補回來 所以沒有拖到這個垃圾兵環節喔 如果阿茲打到垃圾兵環節的話 就有機會了 因為西班牙垃圾兵是沒有到非常強勢 畢竟阿茲的垃圾兵喔 有這個紫毛系之外喔 還有長槍兵的攻擊力上升喔 所以垃圾兵大戰的話 絕對是阿茲會比較強 但是沒有辦法 西班牙這邊黃金也是蠻多的 畢竟前面的城堡實彈喔 這個搶生物的戰爭也是搶贏的 而且下面的野金喔 也被 也把阿茲的野金給搶完了 所以黃金樹來多喔 已經是比阿茲多一點了 來看一下經濟狀況 來經濟狀況 像瓦頭黃金果然是有點多喔 那三千多黃金 是這個生物的生產 那食物部分是多了一萬一 那木頭這邊阿茲是多了一萬一喔 兩面都是差不多的 但由於阿茲本身的一個資源的 掌握量本來就多一點喔 所以感覺阿茲經濟會很好也是正常喔 喔 他的經濟總數比西班牙還強 難怪也可以狗這麼久 大家很可惜喔 沒有狗到垃圾兵的時代喔 如果有狗到最後面大家全部斷金的話 西班牙這邊可能就大難領頭 但是西班牙這邊也是打得特別好 一直有在轉兵喔 你看這科技一直在升 一直在轉 沒有 沒有 停下來喔 這科技的升級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一篇的話 請再幫我下訂閱 那也請記得幫我按個喜歡喔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各位掰掰